5月979年5月,北宋公取太原灭亡北汉,宋辽双方开始全面对峙 宋台东赵光义企图称战胜北汉的余威,一举夺回自五代丢失的幽云地区 但是由于赵光义在拿下北汉之后没有进行封赏,导致很多将士心生不满,不愿前往 只有殿前都于侯崔汉赞成成胜北征 赵光义听后心情愉悦,随意下令疏灭使逃兵开始调化各地屯兵,准备北伐 5月20日,宋军从太原出发,分路东地跨棉水越太行,至29日抵达郑州进入河北平原 6月初期,赵光义调发京东河北珠珠的武器装备粮草自重运往前线 6月13日,赵光义目摆认为向导,自郑州出发,20日至东地州之西,过去马河进入辽境 辽义州刺史刘渝,卓州判官刘厚德见宋军已至,相继先义州卓州来降 6月23日,赵光义帅大军到达幽州城南驻光宝寺 这时候辽方全职南京留守室韩德让以及全职南京马步军都指挥师耶利雪谷驻守幽州 辽北院大王耶利西里与萧桃谷等军在城北驻扎 宋军先锋东西班指挥师赴前孔寿正寻少道城北,在沙河遭遇辽金,双方一场交战 宋军大败西里桃谷,申请辽军五百余人斩获慎重 辽南越大王耶利携诊,屯兵得胜口,趁着耶利西里心派 在得胜口用青智尾座收容贵军之杖,以诱宋军追赶 赵光义得到探马报告,生出轻敌之心,贵军继续攻击 宋军乘胜追击又斩首千余击,就在这时,携诊利用骑兵的灵活机动突袭宋军后方 宋军败退,转而与携诊对峙于青沙河 幽州城内守军得携诊声援固守之志更加坚定 6月25日,宋军看出携诊兵力不足,仅仅只能声援幽州,便留少无兵力与携诊对峙 骑兵马全力围攻幽州 6月30日,辽景中耶利贤得到幽州被围的消息,急前南夫宰相耶利沙率兵前往相救 耶利休哥见此情情,也自见请英前往幽州解围 于是耶利贤,命休哥带挺西底,统帅武院精锐奔赴前线 7月初五,宋军围攻幽州多日,不能下城将兵多代,士气低落 7月初六,耶利沙大军至幽州,赵光义命各种大军攻击 两军战于高粮河,最后耶利沙力战不知败腿奔走 但是宋军近20日连续不停的猛攻幽州,士卒已经疲戴 虽然战胜辽军,但追击无力,胜不能见弓,战无法克敌 从中午到傍晚走走停停,紧紧追出了十余里的路程 这时候让宋军始料未急的是耶利休哥率辽军,出其不意奸道而来 辽军人人手持火炬冲锋 宋军不知敌方多寡眉等接触,心里已然开始发出 敖战不敢只想借高粮河为攻势抵御辽军 耶利休哥先收耶利沙败军,命其转头再战 在耶利沙与宋军相持之后,耶利休哥又与邪陈各自领精锐骑兵 分别从耶利沙的左右两翼挺进,实行包围前击之势 趁夜驾攻宋军 战斗中,辽军异常彪悍,耶利休哥更是身先世俗 提杯三创依旧是死战不退 这时候城中耶利雪谷见援军一道大开城门,命兵足列阵,刺灭民谷 与此同时,城中居民大呼声援,响声震天动地 耶利休哥继续率部猛攻 直到最后,宋军才发觉已被辽军包围,纷纷开始后退 耶利沙从后面追击,而休哥与邪陈两军在宋军的左右两侧,实行超越追击 宋军在三面夹击之下,争道奔走游退之魁乱成一团 赵光义与将领们走散,各个将领也找不到各自的部下 赵光义的进城见行驶危急,荒芒之中找了一辆旅车给赵光义乘坐,迅速难逃 这时候辽军方面,耶利休哥已经重伤昏死 左右将士便用轻车载着耶利休哥带起发号势力继续追击 辽军一直追到卓州城下,火兵器服印粮草货币不可圣计 7月初期清晨,赵光义率先到达卓州城外 其他宋军拜军还未赶到,赵光义又绕过卓州城直奔金台屯 见诸军还未到达,才敢停下旅车观望 初九,赵光义见各路大军仍然未到,便派人前往查探 这才知道宋军仍在聚守卓州 而且还探听到有人策划立赵光义之子武功俊王赵德昭的事情 于是赵光义急命崔汉传召大军翻世 为防备辽军乘胜南京,赵光义命刘廷汉为都前侠 统领崔汉、孟玄哲等节度使分别守定州、镇州、关南等区域 最后,赵光义生怕宋军守得住城时又授予诸将镇毒 命刘廷汉等人,如果辽军来犯必须兆图不振,不得有误 交代完一切之后,赵光义才慌慌难返 8月初二,赵光义回到东京,开始执行幽州惨败的处罚 大扁猪将不说,就连平北汉的奖赏也就此免去 当时很多官员认为不妥,赵光义之子赵德昭也上见劝告 献赏平北之功,再罚幽云之败 赵光义听后,大怒同时又响起将领曾有意立他为帝 便斥责赵德昭,代入自为天子,尚未完也 赵德昭被逼得无以自明,退回私舍之后,拔剑自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